那個那個桃園市長鄭文燦 為什麼他在這一次的這個打壓的事件的過程裡面非常重要呢 2016年的時候華航發生了非常多的勞資爭議 當時桃園市政府的勞工局長 還非常勇敢的在媒體上面說 華航不要在桃園市囂張 結果現在華航在桃園市囂張 鄭文燦市長真的是在這幾年裡面已經完全懶得以華航的勞工 是現在工會不會看到他 現在工會只會看到他的科研而已 另外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另外一位 他今天特別穿著足球裝來 因為在七月中的拳戴會 他的黨全體穿著足球裝決定要來拼選舉 這個人是蔡英文總統 他在2016年的時候曾經說什麼 說他要改革郭英公司 改革華航公司 結果這些人這兩位在經過這四年之後有沒有改革 沒有 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就請這兩位到我們的工會幹部旁邊 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這些工會幹部怎麼樣 一個一個壓下來對不對 一個一個壓下來坐到地上去對不對 開記者會的叫他們壓下來 然後認為職安上面有問題的 要他們一個一個坐下來乖乖的坐在人評會裡面 不要在外面說他們應該要為會員爭取的權益 然後就算是發起康務而已的 也一個一個要他們坐下來 不准讓他們對外能夠發言 這就符合了他們底下最得力的助手何暖軒在說的什麼東西 就是有話好好在家說 但是就是在家裡被寄過對不對 對 很多人以為2016年空服員罷工結束之後 侯航這家公司已經完全沒有了 但是完全不是如此 我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 這兩年來 侯航是用一個什麼樣的高壓 什麼樣的殘忍寫心的方式去整肅我們所有工會幹部 侯航企業工會的李氏竹俊 張書元以及會員代表林欣怡 在罷工結束一年週年的那個記者會活動上面 不過就是主持記者會發表公會言論 以及演行動劇 華航卻拒此要去做進行懲處 懲處不但是懲處 而且在每次評議會上 用這種極盡羞辱的方式 逼他去說出到底是誰給你薪水的 到底你是哪家公司的員工 用這種方式去羞辱我們工會幹部 逼他這樣說出是華航給我薪水的 完全去罔顧今天他不是這個員工 他同時也是工會的幹部 他必須要站在工會的立場 幫所有的會員爭取權益 這件事情經過勞動部不讓勞動行為 裁決委員會兩次認定違法 華航做的是什麼 讓他罰三萬到十五萬是不是 消遷 對我一家營業額上千業的公司來說 九牛一毛 裁決委員會很清楚的認命 很清楚的說要把他們稱之懲處全部撤銷 華航完全置之不理 罷工後的兩週年 我站在現在 拿起麥克風其實我是發抖的 因為我曾經因為拿麥克風被公司懲處 一大過兩腳過 至今我在每一次的記者會前 我都沒有辦法睡好覺 如果工會幹部如此 那我身後的會員 我們的臉書 時刻要被監控 我們只要發表任何一點 資方不滿意不想聽的言論 我們就要心意準備被約談 工會幹部停下來了 這個會員早就是親若寒慘 蔡總統 兩年前你所說的要華航改革 要華航改變 事實上 何暖軒董事長上任這兩年以來 完全沒有做到 蔡總統 承諾呢 蔡總統 承諾呢 打壓非安治安 打壓非安治安 蔡總統 蔡總統 承諾呢 承諾呢 還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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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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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壓延日自由 打壓延日自由 抗衛非安治安 蔡總統 承諾呢 蔡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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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